周董就爱,年如过亿,能送男友300万法拉利,自己却开40万二手车。 这些年过去了,她依旧热度不减当年,在华语乐坛中始终保持长青,但是她的低调却和她的风光完全不符,纵使拥有金融收入,愿意送给男友价值300万法拉利,自己买了八年的车却一直没有换。 这个女人就是蔡依林,作为天后,她却非常节俭,曾经有一辆英飞尼迪开了整整八年之后才换车。 相信对于年收入好几亿台币的蔡依林来说,要换车也不过就是多唱几首歌的时间罢了,甚至有时候还不止一次两次的打车出行。 曾经被问到周杰伦买好车时,她曾表示自己不会砸钱买好车,只亏买房子。 英飞尼迪G35是在2002年上市的,这款时尚的车型一度引领潮流,成为了宝马三系的劲敌。 虽然销量没有打败宝马,但足以见了该车的优秀,价格约在40来万的车,天后蔡依林就开了八年之久。 蔡依林驾驶蓝色雷克萨斯SC430套车带住男友,这台车是蔡依林的爸爸所送,价值300万台币,国内的售价在92万。 但是蔡依林为了能让男朋友开心,就一掷千金,买了一辆法拉利送给男友。 蔡依林妈妈在蔡依林2013年生日的时候,曾给蔡依林送过一辆奔驰SL350双门泡车,当时在台湾的售价是635万。 车牌也是精心挑选过的,号码车牌甚至和Jolin蔡依林谐音。